有个臭宝的菊花 有个臭宝的菊花也不打地了 然后进到我这儿来了 咱们继续挑战臭宝没气什么花 就帮他救活什么花 先打开看一看 那现在呢 夏季高温 好多的花手在养菊花的时候呢 会遇到各种的一个情况 大家一定要了解啊 菊花的一个最佳的温度呢 应该是秋天和冬天那种感觉 它这个呢 现在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休眠长势不怎么好 这个花友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就是玩命的浇水 看到没 小花 这死了吧 基本上呢 基本上已经告别这半生了 闻一闻那个味道小慧 你闻一闻 我给画面算一下 这个土呢 就所谓的几块钱一包的土了 还用了肥料 如果说花友们您在养花的时候 我觉得老花衣 我觉得你的土贵 我不养买你的土 你用沙子 你信我的 你用沙子 你用沙子没有说是哪个花不能养了 所有的植物都可以用沙子去养 就是建筑工地上 包括搞装修的那种沙子 还有肥料这个东西 好吧 肥料这个东西呢 你嫌老花衣的贵 可以 你到粪空里面弄点粪 用沙子配的来 万物皆可养 什么植物都可以 好吧 还有一个呢 咱们在话题呢 再回到这个菊花上面 菊花夏季高温的时候 会短暂的休眠 就是不是说短暂性 还是就是夏季温暖 刚刚的炉着长得不怎么挖晒 明白吗 它就是不怎么挖晒 它是在秋天 秋天 你知道吗 温度略为地点的时候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它开始开花 它能够抵御这个冬天 它又可以过冬 春天呢 和夏天呢 春天是一波小的生长季 夏天呢 是一个卧薪肠胆的时候 明白吗 它是比较慢 它是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不是说你嘎嘎吃多少肥 不是说你嘎嘎浇多少水 上面还怎么 现在这个就水大 水大别的没啥 好吧 这个花友是怎么回事 我看着它一盆分成了两盆小飞 你看 应该像似是吧 而且还洗根换土了 它原来这个土又没毛病 原来用的土还是还没什么大毛病 就正常养就完了 而且是个什么菊花咱都不知道 还有一部分的菊花呢 一一部分的一小部分呢 你这个什么菊花咱都不知道 咱们呢 随手找一个花坟给它救一下吧 哎 还有不长根 哎呦 你用些沙子它也不至于像现在那样不长根啊 你还换土 你换土 你换了个啥土啊 你以为我买的写的是营养土就营养土吗 你都不如弄点沙子 我都懒得救 真的一看到这种情况 我都着急 打救嘛 都这样了 老花衣的通用配方土给他用上 也可以用沙子啊 你我我我也不推销你们土了 我把我推销你们土 你总觉得啊这个老 这个老花衣挣我们钱 我不推销你土了 你又用沙子就行 好吧 你又用你的沙子去 我现在拍个视频啊 就说你给人救花也就是随便弄了土 然后你那里空气十度大 他说我在外边我不添热 我不是在走廊道里边一春天都在室外吗 给初宝们看一下最近的花都养的怎么样了 反正话说老花一看你视频没后续 不是没后续是有后续 我现在天气热老下雨 我在室外操作不方便 我弄到蓬蓬里边来了 我们这个蓬蓬是打包的蓬 不是专门养殖的蓬 你敬礼人 还有的话我说哎呀 就寄养了这了呢 有时候对那样吐槽一下 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然后呢先用水浸一遍啊 这个水即使是他原来水大了 这了那了这边水还是得浇啊 还是得浇一浇 先浸一遍水 浸一遍水之后呢 它略微有一点点的烂根 我看着吧 用盆的时候不要太大了 别施肥 别施肥 之后呢咱们要用这个热梅磷了 这个用起来就比较省心啊 它避免了与药液的直接接触 然后呢生根液之前老是拿小瓶的用的太快了 我直接上个看瓶的 小瓶又太快了啊 几天一瓶几天一瓶 稍微放一点就行了 生根液用到的是绘丸 养花用绘丸 省心又省钱 好了 先来搅拌一下 把这个药液往里面倒一下 好了 希望这位花友的菊花早日康复吧 别的没什么办法 本身就是这样 不可能说是 像有的话说你这样救花也就是无非是让随便操作几下子 打的了 我还得摆个巨龙证 我还起个证法 我还得念光念光 那寄养的粗宝的适应我们后台 这个花70%的成功几率能够恢复原来的状态 要不再去点个赞 我的话一瓶就拿一瓶 嘿嘿嘿嘿嘿嘿 我来说的